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形 小爷 偶像 如今 福利团团又多了一个称号 最佳男主 在刚刚过去的2016东京中国电影周上 小爷凭借影片《笑巧木雅望天堂》 一举摘得金克奖最佳男主的桂冠 我觉得这个奖是对我的一个肯定 就是特别感谢 然后当然我也很荣幸 但我觉得重要的不是奖项本身了 而是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好的作品给到观众 当然了 对 因为作为演员来说 自己的作品受到肯定肯定是最开心的事情 今年10月6号 小爷即将迎来26岁生日 用人生中第一个最佳男主的奖项作为生日礼物 这惊喜也是没随了 不过从2014年开始演戏 《笑编掐指一算》 《笑有巧木雅望天堂》 其实才是《无力返返》的第二部作品呢 这是我第二 拍第二部戏 对 就是这个戏其实 因为这部戏《笑木》这个角色 确实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人物 因为这个本来是本小说嘛 那小说我也看了很多遍 而且我是觉得《笑木》跟我自己有点像 就是小时候的性格 对 就比较自闭 不太爱说话 那小时候我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其实看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哇 真的挺像我小时候的 那现在不像了 但是就是小时候的时候 就那种感觉 我觉得能够体会得到 所以我就很感兴趣 那我觉得 因为刚开始拍戏 我也怕如果演一些 跟自己反差很大的角色 怕拿捏不准 那其实《笑木》这样的角色 能够遇到 我觉得还是很幸运的 虽说小爷不停地用幸运这个词 来评价自己 在这幸运背后的付出 相信每个你们都能如数家珍 为了最好的呈现影片 《笑木》中 男主录录以后的翔翠形象 不一反几天都不刮胡子 且熬英诗的就是不睡觉 之后顶梁出演西游祥妖片中 唐僧的一角 罢靠神马的都是赴云 直接替光彤 做演员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 需要靠努力的吧 对 因为我觉得 毕竟我自己小时候也没有说 一直在接触演艺的事业 也没有做什么准备 那其实更多都是靠后天的一些 自己去研究 自己去努力 我希望能够自己还是要 多花一点时间去沉淀 包括其实做演员是一个很长久的路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演员是需要靠很多生活的经历 包括很多生活的经验 然后跟一些时间的沉淀 才能够真正的演出这种很真实的感觉 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自己 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去进步 有进步就好 我觉得主要是认真对待吧 就是每一场戏都尽自己的权利去把它演好 那包括去符合导演的要求 就是愿意去接受导演的给到的意见之类的 我觉得就是这些都是属于 就是一种 对我来说是一种就是在 希望能够给到导演最好的 这个导演希望的东西 所以去尽这份努力 所以在片场我一般都是导演不满意 我都会继续一直就是就去拍 那我就会很赞同 我说你再拍 小编只想说 长得比我好看的人 还比我努力 那我还努力有什么用 接下来的2017年 努力的小爷可是备受大导门的青烂 除了和梁朝伟搭档演出的欧洲攻略 正在罗马拍摄外 还有两部参演的国际级影片 《星际特攻》以及《极限特攻3》也将上映 当然了最受期待的还属由周星驰和徐克两枚怪菜导演 联手制作的影片《西游浮妖片》 小爷变身唐三藏 妖精们你们可还抵挡得住 首先是很激动 然后觉得他人特别的好 那真的就是 而且感觉跟以前荧幕上面看到的 星爷感觉就是很像 感觉像是真实的那个偶像在面前的 特别有真实的感觉 同时像同时同时也是觉得很 就是平易景人 我觉得很好相处 然后对 对我非常的好 非常的照顾 当然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想法的导演 而且他的戏绝对是要要求 非常的非常的精 所以说导演的这种精确的这种要求 就对表演上面很精确的这个要求 其实是为了这个戏的整体的一个呈现 那因为星爷对他自己的戏非常的了解 他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他的要求肯定会更加的高一些 就是他觉得这个点 哪怕有一点还没有到他想要的这个效果的话 他会再跟你说 再去表演 如此辛苦也难怪会受害 不过迷妹们不用担心 你们小姨的状态好的呢 我不会特意去减肥 因为觉得有时候特意减肥的话 其实会没有力气拍戏 但是我会注意饮食 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 是因为我在有一些 像我在拍戏有一段时间 包括打篮球有一段时间 我是故意有去增重 因为我想要就是那时候有点健身什么的 然后所以就会就比现在要胖 对那这段时间当然没有不打球了 那其他的戏要拍了 那肯定要变瘦 要瘦回来 今天结束完之后想去找点什么好吃的 然后明天估计有时间的话 其实我主要就是为了吃 因为我是一个吃货 26岁年华正盛 即便身处徐乐圈的漩涡中心 也不过是试炼与经验的一小部分 就如小月吴亦凡今天的这身装扮一样 金发耀眼满目星辰 身后的尘埃也终会落定 之后还有无限的可能与挑战 也都习惯了 对长期都是这样的工作 所以就只要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还好 也不会特别的辛苦 一些什么 我自己一直想演点什么变态 什么病病之类的 就是会有挑战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音乐 我觉得我是不会 就是我希望两边都能够照顾到 当然我自己有影迷 也有自己的这个歌迷 所以我希望能够平衡吧 对因为确实过去两年的重心 偏向于电影多一些 其实这段时间我也想 再回归多一些音乐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也在做一些调整 可能会更加的这个 对可能会放慢一些节奏 乐视宜乐 东京小分队特约报道